别以为阿公阿嬷拿着手机只会打电话 其实他们也会利用这项3C产品 将生活的影片剪辑成双熟的作品 准备把这些美丽的回忆给珍藏起来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你来看 永迦乐电视台服务团队 为了实现长者们的梦想 特地前往新庄育民里活动中心 教导他们如何利用手机 轻松制作影片 当地里长也感谢永迦乐开办课程 带给引发猪快乐的学习 端前幕林台湾大宽评 永迦乐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或节目部还有业务部同仁 组队来到新庄育民里活动中心 教导这群引发族 如何利用手机将生活影片 剪辑成美丽的回忆 贴心的用意就在这里 我们很开心来到育民里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把我们所学 用节目部怎么教这些长辈们 可以认真的把手机平常出去玩的照片 一张一张把它剪辑成漂亮的影片 然后可以存在手机里面 那搭配我们接下来要推的 这个叫做A1的无线核 那可以把手机里面的影片 再投影到家里的这个大荧幕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漂亮美丽的时光 给它存下来 主持人透过影片所拍摄的画面 结合幽默的主持风格 斗的全场长辈们哈哈大笑 尤其为让阿公阿嬷们简单的学习 都有用文字解说课程内容 例如从手机拍摄技巧 到如何剪辑等等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引发族 能够轻松利用手机制作专属的影片 与民里长曾宇奇 感谢勇家乐服务团队 带动长辈们快乐学习 那应该现在大概都是每年 应该都不管是年轻人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引发族 大家手中应该都有个手机在 还有的引发族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不晓得怎么使用 感谢我们这个勇家乐 来我们里内这个引发族 办这个交代这些引发族的长辈们 怎么使用手机那怎么截图 给我们这个机会 练习录影 拍摄录影 他就会跳进来了 让我们学得很轻松 活到老学到老 利用紧急影片教学 一起来帮助引发族 先学会这门功夫 日后将搭配勇家乐要推广 A1无线盒 到时候阿公阿嬷就可以把手机影片作品 投影到家中的电视萤幕 把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珍藏起来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